志強是脊椎反射區 治療師告訴大家說脊椎刮沙 他們好像睡覺是 很像在監獄一樣 每天都翻來覆去就睡不著 所以當我在刮的時候 會發現說 它是滿滿的疲勞沙 疲勞沙怎麼看 其實疲勞主要就是睡不好 我們主要是看整骨下肌群 就在我們脖子後面的這一塊 那這邊的話 因為它後面是我們的頸椎 頸椎旁邊會有所謂的 椎體動脈 往上它會流經我們的腦幹 它掌管我們睡眠跟呼吸的中樞 所以如果說你脖子後面 我剛剛有提到低頭足 脖子後面緊了 那你就有很高的概率 你會睡不好 那麼刮完了之後 就當天一覺到天亮 睡個八九個小時都起不太來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章 它確診 對 它是確診 那這位個案全部都中 發燒 狂咳 喉咙 爆炸痛 好像有刀在割 我們的心肺反射 它是在胸椎的地方 那它有一個比較特別 我們觀察到的現象 只要確診過的 它的沙土都會有點拋拋的 所以它拋拋的 對 它這是二滴 可是我們實際上看的時候 它會有點腫腫的 腰部也是可以刮的 我們的腰從前面 從胸腰 胸腰交界是肝膽脾胃往下走 到這邊的時候 它其實是大腸跟 我們最後的職場 或者是生 就是我們的泌尿生殖系統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這邊滿滿的沙 突然空掉 那因為他是個爸爸 小孩都是三個 連續這樣子抱 一路抱了好幾年 所以這邊都是滿滿的肌肉 傷害的沙土 而到後面你會發現 空掉 這邊是走排便 馬上現場示範 因為廖偉凡 偉凡哥 他有做骨神經痛 他的腰椎第四第五節 有椎肩盤突出 做骨神經痛二十多年了 治療師來 先塗一點專業的刮沙油 那各位觀眾的話 你們可以在家塗一點嬰兒油 是會比較適合的 那我們使用的是 我們專業的刮沙盤 那一樣各位觀眾 可以用家裡的醬油碟 我們才只扣過的方式從上面開始往下刮 比較睡不好的話 我要加強的是你的脖子後面的這一塊 就是整骨下肌群的這裡 就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是最一動脈 然後往上 然後流進我們的腦幹 所以中間先刮 然後接下來是旁邊 那我們確實 應該是你要補中 慢慢開還不錯 好 在旁邊 我們可以讓它有點側 它殺都出來了 對 已經殺都出來了 而且它的顏色其實偏鮮紅 所以代表說它其實平常是比較皺的 那脖子的地方 就是肩脊的地方 我們往旁邊這樣帶就好了 然後這邊可以多刮幾下 因為這次主要是睡眠 那接下來我們往下刮 往下的話 到胸罪的地方它其實是心肺反射 非常有感 對 非常有感 它可能會有點在割 因為它之前有確診過 所以在這邊的反射區 好 我們可以請雲姐來看一下 天啊 才十秒 對 可是它這邊血流比較好 你看我們剛剛是脖子刮了很多下 然後反而都不太出來 所以它的血流在這邊是斷掉的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是要滾石不生胎 所以它的血流要暢通 有進有出 這樣才是健康 結果上面反而都斷掉了 它的這一條怎麼這麼黑 對 所以它的肺活量呢 就是它至少有血流 雖然說很黑的 但它肺活量其實是還不錯 可是它的睡眠是真的相對比較不好 對 因為這邊全部都斷掉 這邊斷掉 這邊斷掉 那我們再塗一點油 你所謂的斷掉是氣斷還是脖子斷 血流斷掉 腳的好恐怖 就是你的沙塗 好 這邊確實是有一點點 你有感覺到這邊有顆粒感嗎 就是凸凸的 又紅又黑 對 然後旁邊這邊呢 我們一樣可以稍微刮一下 才十秒 對 所以我們平常如果說 你是確診過的患者的話 那我都會建議旁邊 就是回家真的拿一個導油滴 搭配我們的嬰兒油 可以自己稍微刮一下 都會比較舒服 肩膀對過來的地方 差不多是乾的位置 因為往下的時候 它是走脾胃 就是開始走消化 再往下的時候 來 為方又幫我 停起來一下一下 你這邊可能會比較痛 因為你的腰椎 它腰椎其實在這一節 它是有點點旋轉的 它之前好像有摔過對不對 對 剛剛有聽您講 對 那我們這邊往下刮 這個地方會特別痛 這裡 這一個腰椎的地方 喔喔喔喔喔 還可以嗎 它真的 對 它有感 可以 可是你們也可以看到說 它上面的確實是比較鮮紅 到下面 它這邊又沒了 因為它這邊的血流 是比較不好的 那我們沙其實 從文獻上來看 是紅血球 那有人會說 教師脊椎可以刮嗎 非常可以 那不是很多神經嗎 我們皮膚本身有很多神經的 而真正的 我們的脊髓的神經 其實它是在 包覆在骨頭的裡面 所以你是很難刮得到它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家已經刮了三代 文獻上也有直接 掛在糖尿病患者身上 所以絕對是安全的 接下來這一段 是看出來排便乾不乾淨 排便 沒錯 但是它在這邊的 它主要會是 這一段沒有 表示很好 是嗎 這一個 這一個地方 排便還是赤脂 因為它這邊最主要是 它的椎體本身 它腰椎本身是受傷 它這個有一個很罕見的 完全凸起來 這是上面所沒有的砂種 我們叫結晶砂 一般結晶砂 號發在淋巴結 可是這邊其實沒有 就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我們的骨頭本人 所以它這個比較像是 它之前很久以前 跌倒的那一隻 所撞傷的地方 所以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會說 身體的傷殺會知道 節目開播以來看過 這麼快就出殺了一張 因為器具的關係 出殺地圖 所以我們要含有它 降臨 感谢观看